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强迫症嘎逼的主理人李贤敏 小敏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嗨大家好 我是小敏 强迫症嘎逼的主理人 你好 想知道说我们小敏 当初的创业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其实我一开始原本的职业是护理师 对 因为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就接触到了咖啡 然后那时候就被一杯有拉花的咖啡给吸引了 对 只是我后来是一样先走了临床这一条路 只是说在临床这七年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啊 但是咖啡它对于我来讲还是我每天的日常 对 那在快接近30岁的时候就在思考说 要不要换跑道 要不要踏出我的舒适圈 对 所以我就决定说好 那我放下了我的护理的工作 我就选择去来到了台中欧社做学习 对 那我就踏进了咖啡这个行业 那刚刚小米有跟我们分享到 就是当初因为一杯咖啡的拉花非常的漂亮 甚至还有买器材 然后在你的宿舍吗 对 在我宿舍里面就自己拉花起来 然后打奶泡打了整个墙壁都是 墙壁都是泡这样子 对 那你宿舍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 我是自己住 对 那还好不会影响到人家 对 那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里面 我最初心是做给小朋友吃 嗯 一个妈妈的角色 做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吃手工饼干蛋糕 嗯 所以那个点对我来讲不叫创业 嗯 它是一个很日常 嗯 只是说我做了做了就发现 他似乎可以销售 嗯 所以我就拿去做销售的动作 然后开启的网络平台 这个也是你的脸书上面有写到的一个故事 对 就是爸爸以前是做烘焙 然后进而影响到你现在 然后你那时候还拿爸爸的面包去学校卖 对 小时候的时候看到爸爸做面包 就把它放进书包 然后拿去学校就做兜售的动作 先把同学问好 谁要吃面包 然后什么口味这样子 对 什么口味 然后隔天就会把面包给A丑 那有优惠家吗 没有 造价酸 然后钱就是自入自己的口袋 你真的很会销售 从国小就会默默的做起这件事情 那你在这个 就是饼干跟咖啡上面一定有你的坚持 那你的经营理念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经营理念就是专注 然后温度跟坚持 对 我会希望每个人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在专注的档下 专注在你正在做的事情 是 对 那温度的话 现在的人他在消费 很容易就是要 爱配 什么配 爱配 那好像会感觉 他只是一个交易 你进来点杯咖啡 APP下单 然后进来就几号 拿着就走 我会觉得他跟人与人之间很没有温度 对 我会希望说 他进来 我可以跟他寒暄个几句话 如果他有时间 我们甚至还可以聊一下 如果像我的客群有一些是妈妈 我们就会聊小孩经 对 那他如果是上班族 那我可能他赶着要离开 我说那祝你今天上班愉快 对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不会让你们之间 就只是冷冰冰的一个销售 就是爱的延续 爱的分享 对 我会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包含我自己去别人的店消费 我也会希望说 有这种感觉 而不再只是单纯的消费 对 那坚持的部分 我会希望用好的品质 好的原物料 去做产品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变成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方向 所以就是你的坚持 也造就了你的品牌名称 对 我其实有强迫症的人格特质 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自己人自己通常都不会 意识到自己的状况 人家跟我说 其实你有强迫症偏执人的那种形态 所以我就后来就想到 那就取这个名字好了 就叫强迫症嘎逼 那你这个强迫症嘎逼 我看到你的品牌的logo上面 有一个饼干咬一口 对 饼干被咬了一口 然后还有一个咖啡杯 对 真的很符合你的风格 你的产品完完整整的在上面上 那是否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今天带来的产品有哪些 我们今天带来是我们家的夏威夷豆汤 它有分原味 那原味它上 我们家的塔皮很特别 我们家塔皮它还有加杏仁粉 下去做 所以它吃起来还会有坚果香气 它不会很单纯的 就只是一个塔皮 而且我们烤的酥酥脆脆的 对 它不是软的 对 因为有些客人他会问说 你们家塔皮是酥的还是软的 对 其实酥的会更好吃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上面 就是用蔓卫原本下去点缀 你吃起来会有酸甜的滋味感 对 那咖啡的话我们讲究 我们的咖啡我们不是用什么激浓缩咖啡 我们是制作的时候当下煮一杯 Espresso下去做调制的动作 就是做调味 然后让它的咖啡的香气更加满意 对对对对 我们是坚持是采用新鲜的 Espresso下去做 所以它的咖啡香气会更好 对 那这一盒是我们家的酥松曲奇 我们家酥松曲奇 酥松曲奇 对 它吃起来就是酥松感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 一般来讲大众可能知道的是 比较偏向香港的曲奇饼干 它会比较油腻 它是的确入口即化 但是相对性来讲 可能怕你吃个几口 就会觉得说有一种逆感 对 我懂 可是我们家的吃起来 客人给我们的回馈是说 它可以一次吃掉一盒 很耍嘴这样 对 它也不会觉得逆 对 因为它是低油低糖 我们特制的 对 调配过那个配方 所以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又跟人家不同 所以你的理念坚持 造就了你的成就感来源 客户的回馈非常的好 那我还记得你有一个柠檬塔 对 我们还有一个柠檬塔 因为它是需要冷冻的 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但是我在上面有看到 就是说有客户就是特别讲说 比名店还好吃 对 所以这也算是你的成就感 真的 因为客人就直接打出店名给我看说 然后我还去Google了一下这些店 哇 好多都是连锁店啊 甚至还蛮有名的 对 但是客户直接给你回馈说 欸 你的东西真的不输名店 真的很好吃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 都可以跳起舞来了吧 联力跳家家 当我看到客人给我的回馈的时候讯息 我都会觉得哇塞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评价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没自信心的那一个人 对 所以我有时候 我们销售东西出去 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回馈的话 我们都会 心里就有很多小剧场 对 不知道说 欸 今天到底人家 喜不喜欢我们家的东西 对 尤其是你又是一个 呃 强迫症跟很坚持的这个人 对 然后如果没有收到反馈 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焦虑 对 会有一种不安全感的感觉 那当我们收到回馈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认定说 欸 其实我们的产品是被肯定的 嗯 对 那你接下来对于你们的强迫症嘎逼 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的规划呢 呃 因为我们起始点是在网络销售 所以网络这一块我们一样还是会持续的存在 嗯 对啊 那但是因为网络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散客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中期我们是有在跟团组做接洽 嗯 我们希望可以借由团组 让我们在北中南各地 哦 客人都可以吃到我们家的产品 嗯 对 那未来的部分我会希望 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 嗯 然后比较做像高端客户 我们可以做精致化的 呃 客制化产品 嗯 企业的伴手礼啊 或者是年轻受众族群 嗯 对 这是我们未来还在努力的部分 洗饼类 对啊 洗饼 都 然后收咸饼干 对对对对 等等 哦 这真的是非常棒 你的整个规划就是完全 听起来像是一人作业嘛 对不对 对 我是一人作业 我比较习惯 是因为强迫症的关系吗 对 我强迫症的关系 我觉得 呃 我可能太龟毛求疵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一个人工作会比较好 对 不然他们怎么装饼干 对 我任何一个动作夹他人之手 我都会有不踏实的感觉 哦 对 因为我有时候忙起来 嗯 真的很忙 嗯 但是我连家人都不能帮我的忙 先生想帮忙都没办法 他只能帮我洗盘子 哈哈哈哈 我曾经就是一直忙 从早忙到半夜12点多一点多 他中间帮的就是洗盘子 嗯 对 洗烤盘 因为那个不会影响啊 所以你 可是包装什么都不行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 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你整个创业到结婚嘛 对 结婚生小孩 只为了小孩而做了这个饼干 对 那你现在开始创业 那小孩的安 就是分配安排你都是怎么 小孩就是白天去上学啊 那当他放学中午12点 就又是回到我的店 嗯 所以我出要经营我的店 我还要兼顾小朋友 哦 很辛苦 所以变成 呃 常常都是要一心多用 嗯 所以有时候也会很担心说 自己在工作上的那个 要很努力维持那个专注 跟维持那个品质 对对对 就是要跟小朋友沟通好 嗯 请他安静的坐在那边 哈哈 做他事情 你不只是这家强迫症嘎逼的领袖 嗯 你也是你儿子的领袖 我也是 我 希望说可以让他 就是 呃 就是你呃 怎么讲 你把他教育的非常好 在你工作忙碌的当中 然后他也是很乖巧的在旁边等 那你会教他怎么做虚企吗 不会呢 我不会教他 因为他没兴趣 真的吗 对 我们家小朋友对我的工作 比较没兴趣 对你 你产出来的产品比较有兴趣 对对对对对 就像你小时候会去偷吃樱袍一样 他是会在旁边等 等你包装 然后他会去看 你有一些是比较机灵的 就是可能做到尾巴 嗯 然后那个不成型的 对 他就会说这块我可以吃对不对 哈哈 然后我就说你答对了 因为这块是不能卖的 嗯 他会在旁边一直等 等你包装完 然后剩下的就是他的 哦 对 他不会想学怎么做 好可爱哦 但是他会等着吃你的东西 因为他吃不腻啊 他就说妈妈做的饼干很好吃 说不定他以后会带着你的饼干去销售 哦 有可能 哈哈哈哈 就是走一个传承的概念 对 把妈妈小时候做的事情拿出来做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 啊 我不敢讲这样 你儿子接下来也想要做到 呃 像开咖啡馆 卖烘焙 你觉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会给他的建议是 嗯 你要先了解到 这是一个很现实层面的东西 因为 手工饼干跟咖啡 他太好入门了 怎么说 因为网路实在太发达了 你只要上网查一下资讯 然后买个线上课程 找老师一对一教学 你都可以入门 嗯 你都可以开一间工作室 他的门槛并不是说真的很高 对 但是你要面对是 你每天是不是真的有来客群 嗯 那个才是真正的现实 所以我会让他先知道说 你有梦想 跟我一样 我也是有梦想而做 但是梦想归梦想 现实归现实 嗯 你要怎么让你现实生活中 当你还没有业绩出现的时候 嗯 你要怎么充实你自己 多阅读书籍 看人家怎么创业 是 然后再去想看到什么渠道 是 然后发展自媒体 让人家看到你 这些都是你额外可以做的事情 对 没错 那还有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比如说 嗯 像你刚刚有提到的是 就是 资金 哦 我觉得资金部分真的年轻人要思考好 你要有一个把握充足的资金 再去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如果你在外面租个店面 一个月租金 嗯 不可以 八千一万多跑不掉 对 水电 然后你还要包含到装潢 对 对 然后你还要考虑到房东会不会续租 嗯 因为你的装潢搬不走 这些都是你要考量进去的 那你每个月有可能只能持平 嗯 甚至好一点就是你的薪水比较低 你可能连人家基本工资底薪都不到 嗯 你的每天是不是有办法附和得了这一块现实层面的问题 这个都是实际上年轻人要先考量进去的 是 对 因为这是很很很白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其实烘焙也有很大小乐 对 像我们现在是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储备的大乐 嗯 我们就会比较忙 那淡季就是夏天 嗯 因为夏天人就喜欢喝饮料啊 他对手工饼干就会比较没兴趣 这部分我一开始也不懂 嗯 我也是做了之后 然后因为我有记账的习惯啊 我会去做一个百分比 看我的成长曲线图 嗯 我才慢慢理解到说 欸 原来某几个月它是淡季 嗯 对 那我就回去问我爸嘛 我妈妈就跟我说 啊 储备啊 做拼有大小乐 你不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啊对吼 自己家里就做这个行业的啊 然后自己还没有记得这件事情 对自己没有 自己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 我妈妈还跟我说 就是有大小乐 所以你一定会有小乐不好过的日子 嗯 对 那时候我才明白说 啊 其实 每一个产业都有 包含咖啡也有啊 我跟我过我的前辈 她说其实咖啡也有大小乐 我说咖啡不就每天来买 哪来的大小乐 她说梅雨季节就是小乐啊 哦 因为下雨 人家就不想出门 对 没错 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大小乐 所以你要先知道说 你今天要做的这个行业 它会不会有大小乐之分 嗯 那要怎么去度过这个 对 这个大小乐的部分 对对 你要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 理解 我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小敏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的创业的故事 让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年轻人要即将踏入这个咖啡产业 或者是烘焙产业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 那我们的准备要准备哪些 那我们今天谢谢 强迫症嘎啤主力人李贤敏小敏 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